尽管NBA是一个篮球竞技的场所 但秉承着文体部分家的道理 很多球员也在空险时间做一些娱乐方面的副业 比如摄影 玩说唱 或者是演电影 其中有步伐很多大牌秀星出现在好莱坞的影片当中 接下来愿为大家盘点一下在电影中出现的NBA球员 卡梅罗安登尼 扔着神规二这部电影 安登尼在剧中扮演的正是他本人 穿上一身银色西装的瓜哥 真的是帅得不要不要的 虽然只有几句简短的台词跟对话 但瓜哥身上社会名流的气质 真的都可以投出屏幕外边 而他本人也表示 他是忍者神规浪漫发的忠实粉丝 从小就是看着这个动画系列长大的 这次对于他本人可以出现在这个电影里 也算是还了他童年时期的愿望了 查尔斯·巴克利 飞珠·巴克利绝对是被篮球耽误的电影演员 他所出演的电影不在少数 但小编最喜欢的还是由比利·克里斯托主演的望群巴黎 比利在剧中扮演一名裁判 演技真的是入目三分 其中在判罚一次巴克利的《绝杀球无效》时 一段巴克利跟大卫罗冰天的斗嘴 真的是让小编平呆了 丹尼斯·罗德曼 罗德曼从来不缺乏娱乐元素 甚至跟娱乐圈的人都有五千丝万缕的关系 比如麦当娜 其实罗德曼有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 跟篮球没什么关系的一部电影 名字叫做《超级火力》 如果你是罗德曼的粉丝 那你一定要看看 如果你不是罗德曼的粉丝 那你还是别看了 克里斯·保罗 有着一副帅气面孔的保罗去拍电影 根本不奇怪 但仔细想想 你有发现过他在哪部电影中出现过吗 没错 就是蝶中蝶雾神秘国度 保罗在电影里出演一位十分呆忙的角色 相比于阿堂哥在完成着不可能任务时候的紧张 保罗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浮夸跟搞笑 使得小丁我看的时候都不得不出戏 据说保罗为准备这部电影还特地进行了训练 看得出他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